明報社評 新型肺炎疫情多國蔓延 美國出現手中感染源頭不明病例 疾控中心不排除出現社區傳播 美國大選年底舉行 白宮抗疫表現足以左右大局 總統特朗普大派定心院 相信疫情早晚將如期積搬消失 可視道指週四暴射近1200點 反映市場相當憂慮 有人甚至擔心特朗普為了保股市參選情 淡化疫症威脅、不利疫情防控 特朗普防疫聚焦封關停飛 然而國內防疫部署遲遲未到位 嚴重拖慢新病毒測試工作 過去兩年白宮大削衛生開支的後遺症顯露無遺 疫症全球大流行風險增加 全球經濟衰退危機浮現 全球化下角地命運緊構相連 國際社會必須加強合作攜手應對 一如十二年前金融海嘯那樣 以論為確最終人人皆輸 蘋果頭條 北京、港府剛清算罷工醫護 再將清算魔爪伸向香港言論自由 警方作突然以涉嫌參與去年8.31非法集結慧明 拘捕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民主黨前主席楊三及公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 而來更加控刑事恐嚇 《東方日報》記者 消息傳出後震動國際、美、英政界及國會議員齊聲譴責 炮轟中共做法可恥 有分析指美國國務院下月底公布首份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報告 拘捕行動絕對會加快美對中港制裁 《東方政論》 在一片吵鬧聲中 立法會財委會昨日終於通過 包括警隊加薪在內的公務員薪酬調整議案 早已揚言為了警隊加薪不識玉石區分的反對派政客客下敗仗 不可能善罷金優 下個戰場便是稍後在立法會大會審議的財政預算案撥款 若港府不順應他們要求將警隊開支和派一萬元分策令 而便會千方百計拉布拖垮整份預算案 換言之 市民學球已久的應急錢已淪為他們的政治籌碼 隨時見財化水 星島社論 新冠肺炎在全球多地爆發 反映疫戰的艱難 當中最需要的不是各國互相提防和攻擊 而是通力合作 新冠肺炎除了在中國肆虐 論國日本和南韓亦出現社區擴散 南韓大休市更成武漢以外另一大爆發城市 歐洲意大利和中東伊朗的疫情也難令人樂觀 全球大爆發危機迫在眉睫 個宗教訓必須吸取經濟社平 環球股市連日大跌 將是新冠肺炎 武漢肺炎 進新階段 即需內地疫情日趨緩和 但病毒在國際不斷蔓延甚至爆發 正衝擊全球經濟 所以全球合作力壓病毒是弱 而市場期望各國央行 尤其處局減息能力玩經濟 以目前形勢分析 則恐不切實際 各國仍需合力找出新的有效方法 美股道指在本月中創歷史高位後回落 近六天連跌累錯於12%後 昨晚早段曾逐跌於千點 帶動環球股市急跌 港股恒指早於2018年1月見頂 至去年底即新冠肺炎爆發前已累跌近16% 過去六天亦跟跌於5.3% 前衝擊後 快速變成圈 快速變成圈 快速厚